现在这个地上光溜溜的了 他们在这里玩的都好开心 你看小核桃 你看小核桃最开心 只在躺地上了 今天这个地板可以打扫一下了 可以踩了 可以 昨天那些水都不敢给它放 今天可以给它打扫一下了 应该没事了 可以随便踩了 你看小核桃 开心的 你看它这么长了 长得挺快的 小核桃 你这是两个月吗 我感觉你这个都快成年猫了 三个月 哎呦 你看它多开心 现在就剩下这些边边 我们要给它修修弄弄一下 你看这边 让它给我们换了点水泥上来还裂了 水泥变化太高了 水泥太多了 到时候给它再上点栗子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给它为你买的剔脚线 到时候自己的贴贴 这边一贴上去就会好很多 大白 舒不舒服啊 凉快吧 小小核桃 追着小白豆跑 小白豆不发 不发 小白豆过来 小白豆过来 我这里不发 不发 不发 哎呦 哎呦 大白就保护一下了 小白就不发 不发 小核桃 不发 回来吧 到笼子里来吧 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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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都在笼子里了 哎呦 快吃了 哈哈哈哈 小白豆的心态也挺好的 回到笼子里就吃 对啊 像我们这个房子 还有几个门槛还没弄啊 这门槛这边呢 都是那个叫他们叫什么 叫工资砖啊 这个砖呢 就是属于这个房子的那种低机一样的 就是那种沉重砖一样的啊 就是不能随便砸的 前面这边呢 因为这个门槛嘛 就是太低了 所以说那个工资砖就砸了一点点吧 应该没那么太大影响 但是呢 不能砸太多 这边呢 就不砸了 呃 到时候我们给它弄个装饰吧 或者点水泥弄一弄 或者说再弄个偶然还是给它 弄个垫子 在那边给它装饰一下 啊 这门 这放进进私域啊 这放进进私域是可以的嘛 嗯 反正就是安全第一嘛 这老房子嘛 嗯 嗯 那个砸一点点 那是迫不得已的 是吧 嗯 这个能不砸就不砸 你看你把它拖得这么亮 嗯 啊 拖得这么亮 打滑 把这毛拼走了 走 哈哈哈 还有这个火墙这里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挂个帘子 或者说 画一个木布 对 或者画个投影幕布啊 这样子 我觉得放在放那边也挺好的哈 正好躺的啊 对 这里啊 到时候给你 我们放个大沙发 哎呦 大白说 大白说 哎呀 对对对对 我就要像大白这样躺的 是吧 哎呀 怎么躺 怎么躺 是吧 哎呀 大白说 哎呦 只要把它换成实乱也有好处 就是说地面会干净很多嘛 嗯 对啊 你看大白 对 大白躺的不好 对 你看这样小动物的话 每个都能干净一些哈 你看你看 大白以后给你背双鞋子啊 好吧 给你背个鞋子吧 哈哈哈 等我们把这边弄好以后 我们就换鞋子进来 嘿 大白 大白给他也给他换鞋子 哈哈哈 给你一双鞋子穿 看到小动物的开心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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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了个360度啊 大白哎呦 你看还撑一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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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逗了 现在啊 就是那个门呢 有点破了啊 这个门啊 你看 和普通的门不太一样的 它是不规则的 就是说你想换门的话 必须要砸墙 还有那个底下什么的都得需要砸一点那样子的 上次让人家凉了一下 对上次让人家凉了一下嘛 就是说想装的话 必须要 两边上面 都得砸 都得砸一下才行 还有砸到几公分才行 因为这个太不规则了 这个门槛还是很老实的这种的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说 要不就先不动 所以呢我们想的就先不动这个门的吧 这个门呢我们想的就是给它自己给它翻信一下 像外面那个东西啊 铁啊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把它网换一换 然后给它那个再重新刷个漆啊什么的 我感觉就会好一些 然后这个木门也是的 就是整体框架其实没啥问题 上次我给它磨了一下 看到没有 之前这边有那个涂料的颜色的 我给它磨了一下 感觉还行 磨得还挺光滑的 最后可以给它全部给它重新打磨一遍 重新再换码锁啊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啊 其他不行再说 还有其他这个门 先拿一个试试试看嘛 如果说ok的话 就可以慢慢的我们就给它翻信一下 有个喜欢的颜色 对 你看我们真的走到哪这两小动物就跟到哪 对 这或是砖呢 是白色的 就之前剩的一些砖 这个房子呢 它的这个顶是比较新的 因为它就是后期又加盖的 所以说包括它的这个墙面啊 还有这个顶上面这个木头啊 都是都是怎么说 都是稍微好一些吧 感觉比较老虎一点 对 你看这种的是原木啊 就是每个都是圆圆的木头 看那个大厅 这大厅就老一点嘛 它就是用的那种扁扁的那种 它扁扁的肯定没有这个圆圆的这个木头 就是沉重要好了嘛 是吧 这里到时候再把墙抓一刷 到顶一掉就可以买东西了嘛 对 我们以后就睡这个房间 哈哈 特别大 要是冷的话也可以弄点暖气什么的 对 弄个那个 就是去年那个电暖就可以了哈 你看看 哈哈哈哈 对 这个房间我们可以达到一下自己喜欢的风格 把小兔子带到菜园这里吃点草啊 快出来吧 你看真的 这小动物特别粘满鱼 你看大白 你看小核桃也没叫它 就过来了 啥时候就过来这里了 嗯 这里干啥 你在这里小白兔不敢出来啦 你看他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来我们到菜园子里去吧 来来来来 哎呦别跑别跑别跑 哎呦好肥哦 好肥哦小白兔 在你到菜园子里面去炒啊 走走走走 我们在园子里看看我们这些菜 你看我们的南瓜长那么长了 南瓜 嗯 看这是某水手种的南瓜吧 哦 你看这个从这里 我给它做了个架子 它一直爬上去 哎呦 刚开始就在这里 然后没几天你看都已经爬到那了 哇 这瓜感觉都能吃了 这瓜藤好吃 这瓜藤是不是可以吃啊 不是吃这个瓜藤的 不是吃这个瓜藤的 是那个很小的叶子之类的 你看大白吃一米了 哎后退后退后退 这个草 这个园子里的草 我们给它清了一些出来啊 你看清了这么多 这里面好多都是野菜 之前我们园子里这些菜都没长好嘛 那些野菜我们都不舍得拔是吧 那里长高高了 对 然后现在园子里的菜都已经长高高了 这些野草应该清一清了 野草野菜应该清一清了 你看 给它吃一吃 你看 这个小草野草在这边隔空屋 在那边看着知道吗 吃的好欢 嗯好开心 随便吃随便吃 小兔子发现吃不了多少 小兔子吃的这个是蒲公英吗 快吃啊 不吃就没了 这个吃一口 那个吃一口 你看他 哎呦小白兔 哇我的小番茄又可以吃了 是吗 快我的小盛女果 哦 前天我们刚吃的一个那个番茄 现在这个小番茄又熟了 哎呦真熟了 看一看 看一看 又是熟了第一个 你看 这是盛女果吗 这个能不能吃啊 这个现在这个 能吃了这个能吃了 这个再等一等 哇 好像还不干红 应该差不多了吧 嗯 这种我可以先吃一口看看 嘿嘿嘿嘿 随时洗再吃吧 嗯 哇那里面有两个快熟了 你看看 看看 还有两个熟了 底下那里看到吗 哦 还有这两个已经 发黄了 它是不是就黄了 那个盛女果 不是吧 再长两天吧 你看这些小小小的各的 你看 还有这些 一串里都有好多个啊 一串一串 跟葡萄一样 那里跟这些 架子大小了 应该只要搭个大一点的架子吧 没经验吗 不是 哎呦 哎呦 哎呀 你们在那里干啥啦 呦呦 小白兔 大白兔来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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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兔来来来 不怕我怕 过来我这里 来我这里 完了 小白兔来来来 我这里不怕 不怕 不怕 小白兔来我这里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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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这里 到我这里 哎呦 它躲到我怀里来 哦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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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知道躲到我这里来 嗯 不怕 不怕 坏死了 小核桃 它一跳就跳进来了 我们不注意它就进来了 还好 这小白兔感觉这个胆也挺大的 断练一下 没事没事 五两天我们闲一点 我们要把这个菜园子再给它围一下了 现在这小动物都是太厉害了 小核桃来难不住 大白的现在一跳也跳过来了 然后鸡呢也能飞过来 到时候要给它树的高一些了 一块一块的地啊 也要给它围挡一下了 就算到时候像大白进来的话 也可以没事 就是也不用听它把这个菜破坏掉 大白主要胜区太大了 不影响它的食欲 它一点的 这小白兴它一点都不怕 该跑跑 该那啥 该吃吃 神经大条的 之前我们买了两棵黄瓜苗 我们都不知道种哪的 直到现在它长出黄瓜来 我们终于知道它在哪 这一棵和这一棵 因为这个黄瓜没看到 长到地下了 它这么快就长长了 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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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没有了 一棵黄瓜可以接好多个呢 你看这个它怎么不往上爬 它往地上长呢 你给它拿上来 给它拿上来吧 这黄瓜给它吃了 这里有一个黄瓜 看到没 一棵黄瓜苗也可以长好多黄瓜的 那爬上来 给它绑一下 这可以再来吃 再来吃吧 我怕放地下很容易烂掉 知道吗 你看 这是我们小院的第一棵黄瓜 你看 这种圆生太太圆 这黄瓜就不直 都是这种歪歪扭扭的 我上次看到人家视频上说什么 说你要是想那种黄瓜 就是很多种瓜 要想让它长得匀秤 又要大 又要长 又要直 就得打药 你看正常 其实自然种出来的话 它就是那种大小不均匀 然后可能是歪瓜裂老的歪歪扭扭的 你看这豆角也快可以吃了 你摘了 那个很大了 摘了吧 摘了 摘了给它继续长 你看这直接长地下去了 你看这个 哦呦 这个地这么长 我都发现它不是一个品种 你看这都这么细 可以可以 我们验制这些菜 我跟你讲已经吃不赢了 已经吃不赢了 已经吃不过来了 你要等到辣椒在熟 然后茄子在熟 番茄一熟的话 它现在熟的少 等到熟的多的话 真的吃不过来了 卖鱼的小宠物 就发在这边一动不动的 发点草 没事的时候 清点草就给它吃 对 不浪费 嗯 这么长 掉了 掉了下来 哈哈 这个没熟 这个 这么长的豆角 怎么在这上面 你看 摘吧 直接拔的好了 您拔的好了 哈哈 怎么这么豆角 也可以吃啊 是啊 看能不能摘一顿 你看看 这个好大哦 摘一顿晚上弄给你吃 哎呦 造虫子了吗 没有 原生态 你看 这有点茄子的话 不是茄子豆角吗 我再看能不能摘一顿 嗯 你摘一顿 当配菜 这两个都给它摘了吗 拖地下都给它摘了 嫩嫩的 嗯 下一片子 小兔兔 唉小鹤蜂 又来又来又来 又来 把他抓过来 突蚂子 突蚂子,来我这里 来我咱 死 interested 小兔兔 快来我咱 小鹤蜂 過來我这里 来 咱们 不怕我 抱着吧 小鹤蜂现在不睡觉了 它跟我们做休息是一样的 我跟你说了 让你藏我怀里吃 你不睡 现在下去吃 我爸给你吃 看一下能不能够一顿 不敢下去了 就在这里吃 哎小小桃 豆角 哎呀吃豆角 行了行了 我们吃一下我们那个 我倒拿他们 他也倒拿 是啊 你看他 他就玩 他也不咬他 不咬 他也不怕 他也不怕 这个仙菜啊 真的已经快要长老了 有网友告诉我们说 可以把它拔了以后啊 就是焯个水 然后晒晒干 可以放冰箱里 包包子啊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 对啊 把它拔掉走了 不然它老了 对 这么高了 对拔一下吧 感觉老了 老了就不好了 是啊 这么多呢主要是 对啊 小小小又跳过来 走到我群体了 躲在群体可以 那群体安全了 他找不到了 哈哈哈 躲到我群体吃吧 那群体放在里面吃吧 把这仙菜拔了 不拔根吗 拔 拔不拔根 拔呗 能拔多少拔多少 拔不了根 断根了怎么办 随便吧 无所谓 反正它也不是炸草 好多哦 嗯 我们也拿来包包子吃 包包子吃 外面买还挺贵的 对 昨天 哎呀我昨天吃了阿姨的包子 感觉好好吃 我们也包一下看看 对 看不见啊 躲在这里呢 躲猫猫啊 躲在这里看不见它 有没有 你看 远处一看 你看 都猫起来了 它 这个西兰花呀 还是最后一个大朵啊 又给它摘了 要不然它都快老了 嗯 前两天我们摘了一些 你看摘了几棵 我感觉它那个都已经长大了 你看 就像这个 长这么大了 感觉它是不摘完的话 它还可以重新再长呢 这可以啊 那西兰花可以吃好多次呢 这边还有一棵呢 有没有 这两棵不知道会不会长大 哈哈 反正先把这一棵给它弄了 看这棵有没有分支 曼玉拿了个篮子过来 把小兔弄不完了 哎呀 上菜 上菜 哈哈 小兔兔 我先把这个西兰花给它割了 这西兰花可能就只有这一朵了 我看其他好像没有分支了 就它吧 给它剪了 还剩这一个个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长得起来啊 哈哈 这样能长得起来的话 那就厉害了 哎呀 感觉又有一种啊 大丰收的感觉了 啊 你把小兔子尝好了 不要让小兔子发现 它就在这里扇着呢 嗯 哎呀好多哦 好多 大丰收 全部拔了 你把这一块我把那一块哈 今天今天把这个仙菜全部拔了 不留它了 菜都吃不完了 更别说野菜了 对不对 嗯 再不拔老了 能吃多少吃多少吧现在 把冰箱看看 摘了一大框啊一下子 把这些仙菜全部摘完了 感觉它老了 有种子了 不知道还好不好吃 回去挑一挑 还好不好吃 回去挑一挑 用水过一过应该可以 哎呦大丰收啊 大丰收 抬回去了 抬回去了 哇这个天有点变了 直接变天了 要下雨 你看这天突然暗下来了 你看 打雷了 赶紧 赶紧走吧 赶紧提回去吧 哎呦 我小黄瓜呢 小黄瓜在里面呢 我小黄瓜吃了 生吃啊 这两只小雞仔可以啊 打雷了 这走到笼子里来了 可以吗 哎呦 厉害厉害 我给你把笼子关起来 我发现一些动物啊 他们都好像比较怕打雷 很聪明的 这里刚好盖一个板子给他 这边一般下雨下不大 这个板就够了 对 我们也赶紧回去吧 等一下子这个雨就下下来了 你看 哎呦 闪电了 那边有闪电 我听到蹦蹦蹦蹦的 是打雷吗 这不是打雷 这个是 因为要给天上放炮 因为这个下面 因为这边嘛 因为我们在这边嘛 他经常下冰雹 知道吗 很多人都苹果 要是下冰雹的话 很容易就把果子 就全部给砸坏掉了 所以说这边 就是有雾云距离的地方嘛 要放炮给它打三角 去除这个雾云 好大声啊 对 上面有雾云 已经打了十几分钟了 我以为是打雷 然后吓一跳 打完它就本来可能下冰雹的 然后现在变成下雨了 知道吗 这样子的 下冰雹 对我们也不好下雨 下冰雹 说不定我们那边也被砸坏了 是啊 是吧 这边还挺好的 还有人这么打打冰雹的 对 要不然的话就是 属于那种自然自害的 知道吗 能干预一下就干预一下 哇 你看听到吗 嘣嘣嘣嘣嘣的 最近几天下雨有点多 特别平凡 隔三下午就下雨 突然间的 刚刚还出大太阳呢 一个星期感觉下的有三场了吧 感觉 突然间的 都感觉我都以为是人工降雨 我赶紧弄饭吃了 今天这个干肯定弄不了了 弄点饭吃吃 小花刀快回来了 小花刀爱玩的 小花刀回来了 走了 很忙碌 不七iero 嗨